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 今天我们又再次的来到这里 愉快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神 我们相信 很多人还是留在家里 我们今天还是在家里 进行这个网上的崇拜的直播 但愿神 加倍的使用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我相信 从今年初开始 大家知道这个疫情在我们 这个地区流行 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慢慢的 更觉得很严重 我们当时已经发现 有些弟兄姊妹 也就没办法再过来 参加教堂里的崇拜 和所有的窝洞 所以我们去到三月份 当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已经 演变成为一个大流行的时候 教堂就决定 我们就停止了 在教堂里头的建筑物里头的所有的崇拜 聚会和窝洞 都把我们的崇拜的时间 搬到这个网上来进行 一直到如今 今天已经是5月31号 明天就是6月1号了 发现时间过得好快 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想 我也听到有些人是这样说 他们说盼望 他们很期待着又回到教堂里头 可以来聚会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的 真的面对面的 有见面的空间 当然我们还是保留一定的 社交距离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见到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在耶稣里头好的 宋弟姊妹 好的同工 我们很感恩 但是我们相信 在圣经里头提到的一个人物 就是洗途保罗 在2000年之前 他很期待 能够跟他的同工好朋友 能够见面 但是 他同时也知道 这个机会不再有了 因为当时已经 保罗给人家 关在这个 罗马的监狱的里头 因为他有传扬主的福音 有人家就逼迫他 控告他 所以就把他捆绑起来 然后把他关在这个监狼的里头 他也知道 很快 他要面对一个受审判 然后他可能就要 给人家判一个死刑 就是要把他杀死 所以他相信 在世界里头的时间不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困着监狼里头的时候 又想到他离开世界的时间 马上就要来到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 他过去的一些同工 好朋友 好的 弟兄姐妹 所以我就接着今天保罗在写的这个提摩泰后书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提摩泰后书 就是保罗 他最后在这个世界上 所写的一卷书 这卷书有四章 今天我们看第四章 所以可以说是保罗最后的话的里头的最后的话 所以在他最后的话当中 他当人想念他的一些美好的同工 很好的弟兄姐妹 很好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首先 但是我们知道提摩泰后书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信 写给他的亲爱的儿子 其实他不是他真的儿子 而是他熟灵的儿子 保罗就看待这个年轻的提摩泰 这一位传道人 他的同工很爱他 很关怀他 也来鼓励他 训练他 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提摩泰 就把他的一些很重要的教导和提醒 要跟这个提摩泰来分享 讲到最后 在第四章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保罗就用了两句话 重复地说了两遍 他是盼望他这个熟灵的儿子 他所纪念的一个人 提摩泰说 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然后来他又重复地说 你要赶紧地在这个冬天来到之前 就到我这里来 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 放在一块来看 就发现 他心里头真的有一点 心里头是很挂念的 这个提摩泰 也盼望他很快 很快就来到他的当中 尤其是他想到 冬天马上又来到了 当时都是坐船的 所以在冬天 几乎坐船就不行的 没办法 船都没办法开过来的 所以如果冬天之前他来不了 他就没办法见到 他的提摩泰 所以为什么他凉刺地说 你赶紧地很迫切地要马上要来到 然后也提醒他说 因为冬天快来了 你就顺便把我以前留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一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也同样地带过来 所以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得到冬天 这个寒冷的冬天 严寒的冬天已经很接近了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冷的感觉 所以他盼望如果提摩泰 他真的要来就把他的外衣 就是把这比较厚一点的衣服也带过来 好让他可以保暖 好让他身体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温度 为什么他要做监牢 正如刚才说了 保罗说 我为了整个福音 为了传整个福音受到苦难 甚至于被人家来把我捆绑起来 人家捆绑我 就好像把我当作一个犯人一样 犯了罪的一个人 当然其实保罗从来没有做犯罪犯法的事情 他只是为了传扬福音 但有人反对他 逼迫他 伤害他 控告他 所以就把他捆绑起来 也把他放在监牢的里头 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我们就发现 保罗这个时候 不单只是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一个冬天的来到 其实他的整个的人生 已经是处在一个严寒的冬天的当中 人生的严冬的当中 至于说春天已经没有了 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个冬天已经临到我当中 是感觉到这是很冰冷的 好像就是没有盼望了 就是好像感觉到 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过去这个冬天 所以他的盼望 好像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 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曾经走过一个人生的严寒的冬天 这一种的感觉 就是当你发现 你人生里头很多事情都不顺利 很多事情的发生都叫你感觉到痛苦啊 烦恼啊 甚至感觉到没有出路啊 找不到出路 看不见盼望等等 这就是好像我们这里说的 人生的严冬 保罗已经在里头了 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想到一些很重要的人 在他生命的当中 当时他不知道前途如何 吃吃不饱 但是衣服也不多 叫他感觉到有一种冷的感觉 困难太多了 苦难太多了 他感觉自己好孤单 没有同工在他旁边 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他旁边 他也不知道过了今天 明天如何 他也不真的不知道 进入刚才说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 在离开世界以前 写的最后的一卷书 总共有四章 今天所看的就是第四章 也是保罗要讲的话的当中 最后和最后的话语 他首先回顾他的过去 人就是这样 当我们在一些痛苦的当中 孤单的当中 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 我们就安静下来 想一想我们的过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些时候 我们过了一年 新的一年快来之前 我们都会回想过去是怎么样 当我们回顾过去 通常都想到一些人物 想到一些我们过去 所一块来生活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 包括我们的旧同学 也可能包括我们 以前跟我们一块来 同工做事情的人 和我们一块来团契 交通的弟兄姐妹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在他的肃信 也包括在这个 《习徒行传》的当中 看到他所认识 上所一块来工作的人 有超过一百个的 同工的名字 都记录在圣经当中 今天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 保罗也提到 好几位过去 跟他一块同工的人 当中我们可以分开 为有几种的人 几类的人 第一类的人 是叫他伤心的 就是一些离他而去的人 所以离开了他 不再与他同工 不再与保罗一块来 奔走天国的道路 再没有共同的负担 离开他而去的人 这里保罗首先提到一个人 他说迪玛 就是一个他以前过去 跟他同工的一位 一个弟兄 他说迪玛贪爱 现今的世界 就离去我往贴萨罗里加去 这就是在保罗的形容底下 让我们知道 这一位曾经跟他一块做工 一块传福音的同工迪玛 现在他改变了 他整个人改变了 他的心智已经改变了 不再跟保罗站在同一个道路上 他叹爱了 现今的世界 离去他 去贴萨罗里加 贴萨罗里加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当然里头人流也比较多 做生意也比较多 他可能叹爱 这个美好的大城市的生活 就去到哪里 传说是他在哪边发了财 已经有很好的一些享受的生活 这就是迪玛的人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回顾过去 就想起着一个离开了的同工 他心中多么的难受 因为他贪爱圣经的世界 贪爱跟另外一个字 爱物是同一个词 因为在圣经里头 也常常提到保罗也说过 我们有爱物我们的主 爱物做主的功 原来贪爱世界跟爱物做主的功 是同一个动词 是同一个字 但是两个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两个心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爱世界 一个是爱我们的神 是不一样的世界 一个是爱世界里的享受 一个是爱神造托给我们的负担和工作 这是不一样的 保罗爱物做主的功 但是他的一位同工 迪玛却贪爱这个世界 所以难怪他最终最后离开了保罗 贪爱世界我们知道不是一时之间的事情 我们的心常常是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被这个世界所夺去 和被这个世界所见据了 我们心中有太多世界的事情 以及我们没有空间容得上我们的主耶稣 本来我们是爱物做主的功 现在因为世界进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就不再爱物做主的功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 是怎样告诉我们的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多么直接地来提醒我们 因为这个世界有的时候 真的是太过可爱了 这个世界就太多东西要吸引我们 以及我们越来越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包括我们的时间 都发挥在这个世界和世界里头的事情 不是吗 包括我们跟随主的人 有些时候我们也夫人之间忘记了 我们爱这个世界越来越多 爱这个世界所供应给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但是不要忘记 当你越爱这个世界 就越受到这个世界的捆绑 这个世界给你的影响 甚至这个世界的痛苦 悲哀的事情也引导你自己 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说 不要 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不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里头 但是我们不需要爱他 我们关怀这个世界 但是不是爱他 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里头 为主做工 但是不是爱这个世界 是不一样的 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 总共有三次的提到迪玛 他的这一位同工的名字 在哥罗西书 在弗里面门书 也是在今天这个迪玛 他后书也有提到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 多次的告诉人说 迪玛是我的同工 所以我们看见做同工的有时候是怎样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好像是走在同样的一条道路上面 一块来分享我们的负担 一块来分享我们的事工和工作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当人的心改变 当人对主的心改变 爱这个世界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 最后我们可能会分开 分开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这是难怪 耶稣曾经在他比喻里头说 这个世界里头有两条的道路 一条是很荒的很大的道路 一条是很窄很小的道路 这就是这样 但愿我们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 都走在同一条的道路上面 永远的来跟随主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做一个有始无终的一个人 好像迪玛 他开始的时候 他是很专心 很热忱的 愿意跟保罗一块来做主的工 但是慢慢他就离开了 所以他是一个有始无终的人 但愿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这个底马和他的人生 作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忠心如意的 到底的来跟随我们的主 第二种的人 保罗在回顾他的过去的时候 就想到忠心跟随他的同工 就是很忠心 无论多大的困难 还要跟着他走 面对多么大的危险 他也与他保罗同行 就是保罗有一段时间 坐在监牢里头 也有人陪伴他 坐在一块的监牢里头 来分享 好像希拉 就是在这个 福利比的监牢里头 就跟保罗同心的 忠心的 陪伴着他 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人 叫做路加 就是写路加福音的 这一个人 他这里说 我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原来现在他在监牢里头 只有一个同工陪着他 别的人都不在了 只有路加在这里 路加在哥勒西书里头 保罗告诉人家说 他说 他是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 当然也提到他 刚才已经离开了他的 当时还在他当中的一个同工 叫做迪玛 就是问你们的安 用这一句话来看 就知道当时 路加跟保罗 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同工的关系 所以他说 我亲爱的路加医生 那这个医生 他有他的专业 但他也借着他的专业 来跟保罗一块的 来做传福音的施工 当然我们也相信 借着这个路加医生 也在帮助这个保罗 让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不健康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来医治他 治疗他 来保护他 等等 历史告诉我们说 当后来这个使徒保罗 就被这个罗马的君王 就是黎露皇 黎露皇是最残忍的一个 其中一个王帝 就把他的头砍下来 以及保罗就寻到 而死的位主 而牺牲他的生命 当时在这个情形底下 路加还在他的旁边 能能在场 他从来就没有离弃保罗 从来就没有离弃保罗 他忠心如意地跟随主 所以难怪保罗在写这个 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很敬重地说 只有独有 单独地只有路加 跟我在一块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 保罗 但是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一个路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依靠着主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有始有终地来跟随主 路加就是这样 圣经讲到他的事情不多 只有知道他写了路加福音 还有使徒行传 还有这里保罗说 他是他的同工 也陪同着他 一直到他人生的最重的一天 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 一个跟随主的人 侍奉主的人 他是我们的榜样 在这个常常充满了变化的世界 和时代当中 但愿我们爱主的心不改变 有始有终的来侍奉主 跟随我们的主 第三类的人 保罗欣赏的 回顾的 就是回赏起来的 就是一些曾经失败的人 在那同工的团队当中 有人成功 有人离开了 有人失败了 曾经失败 并不代表他永远的失败 他就提到一个人物 叫做马可 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 马可另外有一个名字 叫做约翰 所以有时候 亲户他为约翰 他是巴拉巴的一个 亲自巴拉巴 也是初纪教会的一个领袖 我们可以想象 马可的家境可能是不错的 因为他家里可以按照圣经说 他可以接纳 接待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所以初纪教会的时候 他们都去了马可的家 来聚会 来祷告的 就是使徒信传告诉我们的 马可却有年轻的时候 很愿意跟随保罗去传福音的工作 就跟他一块到海外来做工 但是在中途 他就离开了 他离开了 保罗的这个双照的团队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他就是离团了 就是脱队了 跟队友不在一块了 当然保罗很不高兴 但是巴拉巴却信任 这一个年轻的马可 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当保罗说 我不要马可以后跟着我了 但巴拉巴还仍然相信马可 还带领着他 来支持着他 来训练他 以及马可最后最终 也可以继续地做一个美好的同工 他也写了马可福音书 他对在这里 保罗说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 就提醒这个提摩太说 你如果来到我当中 就把马可这个人也带来吧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马可这个人 在传道的事情上 与我有益处 那就是说 当初他反对把马可 带在他的身边 做传道的功夫 但现在慢慢的他发现 原来他看错了 他发现 原来马可是可以帮助他的 他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 有些时候 我们也要给人家 有第二次的机会 不要因为他有一次犯了错误 我们就不信任他 不要因为他犯了 一些某一方面的失败 我们就 就 就 挑不起他 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 还要爱他 正如保罗说 把马可也带来 他曾经失败 但是现在我发现 原来他已经改变了 他在传道的事情上面 能够帮助我们 还有他提到说 在福利民门书第二次世界说 他说 他与我同工的马可 还有别的人 包括迪玛 路加等等 就说 就说明了 马可后来 也回到保罗的团队的当中 与他愉快地做同工 用这一句话里头说 就是他已经认定 马可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同工 包括这个使徒彼得也是这样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也说 我就是彼得说 我的儿子也是熟灵的儿子的意思 这是马可 也问你们啊 所以可想而知到 马可这个年轻的同工已经改变了 从过去 他就是不负责任的 中断了跟保罗一块地来做 传福音的工作 离开他的团队 现在他成为一个有负担的人 现在他已经改变了 成为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 愿意忠心地 根据这些使徒们 一块地来做主的工作 按照照会的传统告诉我们说 马可他是在主后四十三年的时候 就去到埃及 在那里传福音 建立了照会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人的曾经失败 并不代表他永远的失败 如果我们曾经失败 犯了一点点的错误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回转 求神使用我们 神一定会在使用我们的 同样我们也要比起地接纳 接纳一些曾经失败的人 也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 一块地来同心来做主的工 难怪保罗想到他的过去 就想到这样一位 曾经失败 但现在又忠心 侍奉主的这一位同工 马可开始的时候不算成功 但他的后半生很实实在在的 来跟随主 侍奉主 没无悔的 就是没有返回的 来把自己 完全的奉献给主来使用 还有一类的人 叫他更伤心 更难受的 所以他想到过去 有一些曾经伤害他的人 伤他 害他的人 我想大家弟兄姊妹 也有一种同样的感觉 当我们回去 我们过去的人生 再想一想 总是发现 有些人是很可爱的 有些人曾经给你有帮助的 有些人给你有鼓励的 你以他们做你的好朋友 好同工 为一个很感觉到 很荣誉的一种感觉 但是很可视 有些时候我们也想到 有一些人曾经 在我们心灵里头大受伤害 如果我们跟人家谈话 慢慢我们就知道 有些人 就是为了过去 一些伤害 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心中还是放在他的里头 还是感觉到不舒服 每逢提到这个人 心中还是很难受 很痛苦 甚至于很愤怒都有 保罗也同样的 他在回想过去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们 曾经有人伤害他 但是他想到 这些曾经伤害他的人 保罗的态度是如何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说 就有一个人曾经伤害他 这个人的工作是一个同将 就是一个做偶像 有关系的一个人 所以是一个信奉外邦的 拜偶像的信仰的一个人 所以因为看见保罗传福音 那么成功 把很多的本来是 伤心偶像的人都改变过来 变成一个伤心耶稣的人 只是人不再拜偶像了 所以亚历山大的工作 和他的生意 他的收入 他的益处都受到影响 所以难怪他就很恨 这个保罗 意思是他就用很多的话来抵挡 这个保罗 甚至于诬告他 诬告他说 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害我的原文是有告法他的意思 就是把他控告到这个 关哪里去 他在当保罗要申诉的时候 这个亚历山大就来害他 歪曲事实地来反驳保罗 害他坐在监牢的里头 保罗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人 害保罗害得很惨 害他要受痛苦 被捆绑 被鞭打 要放在监牢的里头 后来甚至于要牺牲了他的性命 所以整个亚历山大对整个保罗来说 真是一个痛恨得很的一个人 做了很多坏事 有些时候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去 有些时候你也很难受 因为你曾经发现有人把你出卖了 有人欺骗你了 有人在你的背后来讲你的闲话 讲是非 歪曲事实 讲一些 伤害你的话 伤害你的感情 伤害你对他本来有的信任 很难受 甚至于他做了很多事情 叫你受伤害 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都可能知道 可能是你们过去 所一块来工作的人 可能是你家里其中一个人 你怎么来 今天怎么来看待他 你还恨他吗 每一次当你想起这样的人 你心中有很痛苦 很痛苦的感受吗 但是保罗是不是这样的 他思想将来 刚才他说他是回顾过去 回顾过去 有不同的同工 不一样的人在他生命里头出现过 现在他思想他的将来 虽然他知道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他还是有将来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将来的 我们不只停留在今天 今生今世 我们还有将来的 我们要好地思想一下将来 保罗当他思想将来的时候 他要面对他的主的时候 他就说 主必叫这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这就是保罗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说 他就不管了 这些人怎么过去 怎么对待他 伤害他 他就不管了 他照托把这个人 和他所行的事情 照托在主的手中 因为他一生伤心主 爱主 侍奉主 最后也回到主那里去 所以他知道主是为所有的事情来负责任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即管地把我们的 所过去的这些人 或者是事情 也照在主的手中 因为主知道每一个人所做的 所行的事情 神一定有他的作为 这也是诗篇六十二篇 第十二节里头告诉我们的 圣经说 主啊 慈爱也是属服你 因为你叫做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诗篇的话是多么的清楚 主尽重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 祂会做 祂当做的事情 祂不会做 祂不当做的事情 祂做的都是当做的 都是对的事情 祂知道人 在世上所行的事情 无论是好事 坏事 祂都知道 祂一定有他的作为的 不但整个亚历山大 叫他受伤害 他想到有一些 一些别的 一些人 一些好朋友 但是却不来帮助他 所以当他在法庭的面前 来申诉的时候 他说 仅仅没有人钱来帮助 都离弃我 因为这些人很害怕 受到千年 千年在保罗的事情里头 所以就离弃他 不愿意来探望他 也不愿意出来 给他讲 支持的话 来给他做好的 做见证 所以没有人去帮助他 都离弃他 很伤心 很难受 他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 却没有支持他 没有同情他 当保罗受到 人家的攻击的时候 这些人 本来是应该站起来 来为他辩护的 来为他讲好话的 但这些人去哪里了 没有了 都不见了 只有单独的保罗一个人 孤单的站在哪里 一个人来面对 这些人的指控 包括这个亚历山大 外去事实的来控告他 但是保罗赏到将来 他说 诸位负招人的 所以他说 但愿这些罪 不归于他们 保罗相信这些人 是有 是有难处的 是有他们的软弱 所以他也不计较 所以说 愿这些罪 不归于他们 照相使提反一样 他就为主 而使之前 他也说 愿这些罪 不归于 这些伤害他的人 我觉得 这就是保罗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榜样 很有亮度的一个人 很愿意 欢恕别人的一个人 因为他相信主 他也知道 将来他离开这个世界 又回到主到哪里去 他面对的是主 也不是人 所以他知道 主一定要做 他应当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保罗虽然他是因着 为传福音 被人家捆绑起来 可是 他的内心 却没有被 就是人家给他的伤害 和他心中的仇恨 所捆绑起来 他心中是自由的 他心中是释放的 他心中是安然的 所以他身体受到捆绑 但是他心里头是自由的 不被这些伤害 和仇恨 而捆绑他 很可怜 很多很多的人 医生 他的身体是自由的 自由的行走 他内心受到捆绑 受到什么捆绑 受到人家的 讲得不好的话 压在他心上 捆绑住他 人家对他不好的念孔 对他不好的态度 一直藏在他心中 他过不去 他连睡觉的时候 睡得不好 每逢想到 这些人曾经这样对待他 曾经讲一些话 说话来伤害他 他就感觉到很痛苦 心里头有苦毒在心中 不能换树这些人 多么痛苦 心中被捆绑起来 没有自由 但愿我们好像保罗一样 主知道的 主一定为做事情的 我们就安然的 照托给我们的主 最后 他不单止回顾 他的过去 想到他一些同工和好朋友 他也不单止想到 思想将来 要面对主的事情 更重要 他往前来望 前望他的天价 他一早就回到 天价的道路上 所以他说 现在啊 我已经被焦点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到了 这是在第四章 第六节的时候 他讲的 他知道人生有一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个时候 是神所定的时候 神定我们出生 神也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多长久 总有一天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总有一天 我们要回到天家 所以他说 我的生命就好像水一样 被焦点在地上里头去 我快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他反为天家的这一条道路上面 他懂得要放下 所有的残累 他的重担 人生几十年来 我们背负了太多太多的重担 背负了家庭的重担 背负了工作的重担 背负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的重担 背负了财政 钱财的重担 甚至背负了罪的重担 太多自我的重心 在我里头成为我们的重担 还有当我们回想一些 曾经得罪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的人 叫我们难受的人 我们就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重担 我们要放下 因为我们总有一天 到了时候要回到天家 见我们的主的面 我们要走在这一条 回到天家的道路上 我们要懂得放下 好像保罗说 放下 放下 主他会做他当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管了 照托给我们的主 让这是残累 我们的内心的重担 都黯然的可以放下来 是多么舒服 多么快乐的人生 弟兄姊妹 今天你心中是不是有太多 太多残累 在你的担子 这些担子很沉重的 压住你 叫你难受的 如果我们要 安然地奔走 回到天家的道路上 我们要放下 这些重担 尤其是包括 人渣怎么对待我们 人渣怎么在我们背后讲的话 我们都不需要去理会 就叫他给我们的主 保罗最后他告诉我们 他说 唯有主 就唯有我们的主 是与我在一块的 在这里说 唯有主 站在我的旁边 扎给我力量 刚才他说 所有的人都离弃他 没有人来帮助他 只有一个路 在一生 在他旁边 但是不单止如此 其实真真实实 跟保罗在一块的 这么长久以来的 传福音的道路上面 唯有主 是站在他旁边 陪同着他 你看到吗 这里圣经是说 唯有主 站在他的身边 不是说 主耶稣坐在他的旁边 而是站在他的旁边 站立在他的旁边 为什么 这表示说 主是随时愿意 来支持他 帮助他 安慰他 鼓励他 所以他说 唯有主 他站在我身边 我的旁边 把力量都添加给我 我是没能力的 我是多么的软弱 天气已经越来越寒冷 我吃又吃不饱 也没有朋友同共在我的旁边 我有太多太多压力 我想到我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 忍着要把我砍头 我要把我杀死 怎么办 但是他说 唯有我们的主耶稣 他站在我们的旁边 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带领我们 安慰我们 让我们一直地奔走 返回天家 这个力量从哪里来 力量从哪里来 是唯有从主耶稣 我们的救主 拯救我们的主而来 他爱我们 就爱我们 到底 所以第十八 最后保罗说 我们的主 他必要救我 也必救我进 他的天国 这里重复了说 他主必要救我 他一定的 必定的要来救我 这就是他的盼望 这是他的丧信 这是他的信仰 他坦白的 这样告诉我 主知道一切 主站在我的旁边 主一定为我的将来 来做美好的准备 主一定为救我 这个救 就是说 主为带领他的人生 一直回到 俗神的天国里头去 想问一下大家 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看到 保罗的内心 他回想过去 回想过去 种种曾经出现在 生命里头的人 有人爱他 有人跟随他 支持他 安慰他 鼓励他 帮助他 但也有人离弃他 出卖他 甚至于 跟他奔跑 上反的方向的道路 叫他难觉 难受 他的当时是 就是在人生的一个 严寒的冬天里头去 请问今天 你的情况 和你的心情如何 你的内心如何 是不是 有些时候 也感觉到 自己在人生的 严冬吗 可能你今天 还受到很多的困难 在你心中 你还发现 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你的生命里头 你的情况 还是很糟糕 还是觉得很凌乱 还是觉得有太多困难 解决不了的 好像不知道 过了今天 明天如何 还不知道 我们都 身在这个 人生的 严寒的冬天 保罗曾经面对过 曾经 保罗也面对过 你今天 所面对的 但他怎么用 他怎么说 他叫我们 千万不要灰心 要仰望 倚靠我们的主 因为借着他 就把力量 添加给我们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他要加力量给我们 还带来给我们 这个寒冬里头的 一个温暖的盼望 也就是我们的主 他爱我们 难怪 保罗说 唯有我们的主耶稣 他站在我的旁边 把力量 加给我 但愿 请你今天也知道 主耶稣 就站在你的旁边 他爱你 他鼓励你 他过去带领你 今天带领你 以后 他也带领你 他要为你做最好的安排 所以 我们就把禅类 你的重担 都放下 照托在主的手中 奔走 天国的道路 这是我们 回天家的道路 以及我们 很安然的 很轻松的 很愉快的 来跟随主 担任主 借着今天 圣经里的的话 来安慰你 帮助你 愿神 祈福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